好好好 坐坐坐 李甫国 咱们可是冤家路仔 狭路相逢 你这个不难不你的怪物 我警告你 你跟我老婆之间早就圆断情绝 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你少用那种阴阳怪气的眼 瞪着我老婆看 兔女 你要是再敢对她有情讲一句不敬的话 你可宰了你 我呸 我兔女 你这个翻身 你别在这里斗杖人士 仗着李甫国这个妖怪给你撑腰 就在这像疯狗似的乱咬人 你说什么 巴扎克 退休 好了好了 你们慢慢退吧 我们俩公婆今天有要事在身 咱们那些陈年旧账改天再算 走 下去吧 贱子 玉林明明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为什么瞒着我 李甫国 你的花样还真不少 你不只想要谋朝创位 还想破坏我的家庭 我警告你 这玉林是我一手拉巴带大的 你少在这信口开河 她是我司马青山的子孙 不错 玉林的确是青山的青山女儿 那晚在冷月宝我所说的一切 只是为了求生存的权宜之计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李甫国 这下子你相信玉林是我的亲生女儿了吧 我奉劝你 多几点因德 少做得亏心事 否则 就会落到今天这种绝子绝次的地步了 青山跟这种人多说无意 我们走 站住 你们以为我无凭无据 就能指路为马 往下断雨吗 青龙神草 我已经让玉林用青龙神草滴血认亲 这足以证明 我跟玉林之间有血浓与水的血 玉林 我看 绝子绝孙的人 是你 不是我 我不信 我要去找玉林来 除非我亲自看到玉林的血 滴在这该死的擒龙神草上面 然后看到神草变色 否则我是死也不信 青山 冷静一点 冷静 玉林是我一手拉拔长大的 一直到现在 我居然发现 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叫我怎么冷静地下来 我是有苦衷的 苦衷 你有什么苦衷 当年你口口声声地告诉我说 你是为了保全性命迫于无奈 才不得不屈服在她的淫威之下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来 你不带 没有 忘了她 还提她保全了孩子 是 我保全了自己的骨肉 因为当时 她为了权力之争 是轻轻如粪土 我担心她会比我拿掉腹中的骨肉 所以才决心去找你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原因 才敢重回我的身边 我居然还满心欢喜地接受你 我还以为我们两个之间多少还有点勤奋在 没想到 自始至终 你都是在利用我 不是的 秦山 不是 不要叫我了 我不是秦山 贫生了缘 赫马秦山早就已经死了 了缘 了缘 你早就该了了跟苏元儿的这一段孽缘了 秦山 执迷不悟 割舍不下的代价竟然是如此的沉重 秦山 苏元儿 我这辈子只伤过两次心 第一次 就是你弃我而去 投入这个魔头的怀抱 第二次 就是现在 我一辈子做人做事 养不愧于天赫 不愧于地 从来就没有做过亏心事 老天爷 老天爷 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居然连这种畜生都能有后 而我 连死了 连女儿送多了都没有 哼 你骂完了没有 骂完了 你就走人 不要烦我们一家人谈家事 一家人 对对对 你们是一家人 那我这个外人 就不妨碍你们一家人了 秦山 你不要走 如果你这样走了 那我们之间的情分 就再也不能挽回了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值得挽回的情分 苏元 从今以后 我们就恩断情绝了 秦山 放手 秦山 你放手 爹 站住 你不要叫我爹 我没有这么好的服务器 你认我这个女儿也好 不认我这个女儿也罢 在我的心里面 永远都只有你这个爹 你的爹 不是我这个臭和尚 你看清楚 是这个杀人如马 无恶不足的大魔头 武林府国 玉玲 别人不领你的情 你何必自己找最少 来 快到爹的身边来 不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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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从小你就教我 受人恩惠千年计 你养育我 疼爱我 你一直都对我那么好 难道 这还没有资格 让我叫你一声爹吗 纵然你有千万个理由 我还是不能认你这个女儿 秦山 你恨我 我无话可说 可是你不应该对你毕丽 说出这种伤人的话 玉玲 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我们血缘的关系 是不会断的 你别做梦 我你愿死也不会认责作妇 不得烧他 玉玲 把他们给抓起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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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